数学上的四维空间跟爱因斯坦所提出的四维时空是不同的,很多人对两者有所混淆,我们无法直接在三维空间里去直接描绘四维物体,但是可以观察四维空间的物体在三维空间的投影,通常我们理解画的含义是指在二维平面上做出的图形,如果按这个定义理解等说是四维,就是三维在平面上也是画不出来的。 所能画出的也是形象的为三维图形,是否有办法用二维平面来表达三维呢?答案是有,只不过是近似有限三维,知道三D打印机原理吗?就是用若干个二维平面图,堆别出三维结构的,之所以说是近似三维,是因为每个二维平面均有厚度,这个厚度也论上可以无限去近云零, 假如定义每张二维平面坐标桩,为X轴和乌尔轴,那么堆叠起来的高度方向就是第三维的Z轴,当然堆叠平面是有限后顺势的,并不是互乱堆叠,也就是说只有确定Z轴的时才能确定一个微平面图。 反过来说三维空间可以通过降维乘二维平面方式来表达,当确定Z轴之后就可确定二维平面图,同理,当确定X轴之后也能确定一个平面图,确定乌尔轴值也是一样。 结论,只要确定三维中正你一轴的值就可以确定二维平面图,这就是将来表达原理。 那么,按照这个思路下去,四维空间同样可以通过降维方式表达,假设第四维为M轴,按照上面原理只要确定任意一轴的值就可以把四维降成三维,所以我们看到的三维空间只是M轴值为零下的空间,同样我们也可以用Z轴为定值来展示出别样的三维空间,比如Z轴为定值。 那么三维空间是由X,M变组成的,还可以换个角度,比如Y轴定是由X,M变组成的,以此类推,这样就能看到了第四维M变量变化时,较为的三维空间图,从而把看不见的第四维M变成看得见,每个定值便是一个三维空间。 但若三个三维空间图常识摆列出来,就可看到四维X,M变组空间图,当然在三维基础上,还可再将一文变成二维,比如X,M变组成的平面。 但更加抽象需要几何增长数量,四个变量二组合的二维平面信息,来表达思维空间信息。 科学界不便认为,思维空间是三维空间,与时间组成,或者说是一个连续运行的三维空间。 这似乎说到很明白了,可是真正能够理解的人还是没有。 虽然格局阻挡了我们的眼光,但是阻挡不了我们对越方的渴望。 人类探索思维空间的努力,不会因为困惑而退缩,只会变得越来越顽强。 对于思维空间感冒,个人的看法可能有点与众不同,它应该是有物质与能量及转化力无法描述在明知组成的。 在思维空间里,物质与能量可以不断转换,接触于瞬息按变状态中,并没有一个稳定的形态。 所以,思维空间是无法用力描绘出来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